时间过得很快 不知不觉这个团队已经陪伴了我们十几年了 这不仅是他们的青春也是我们的青春 过去了这么多年 终于又看到他们要和体开演唱会了 而且还是免费的 但没有想到免费的票竟然让黄牛打钻了空子 本来是免费的票竟然让人炒到了很好的价格 Cellina在参加公益活动的时候也表示很痛心 可能作为歌手最痛恨的事情就是有黄牛打 让那些真心想听歌的人没有机会 团队的另外一位成员Rality发微博表示好好的人不做 为什么要做黄牛 这么多年过去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假小子 从短发到长发 从孩子变成孩子他妈 我们也算是看着他一步步成长 说到这个团队 他们这几年来可以说是不太顺利 其中一位队员遭遇了那样的事情 让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痛心 他们也很久没有在一起唱过歌 也有了自己的家庭 但他们的影响力依然没有变 正值17周年 青丰也为他们量身创作了歌曲时期 每一句歌词都好像是他们成长的验证 那么的温暖人心 他们从最红的女子团体到如今个位人妻 还好他们的友情一直都没有变 毕竟那也是他们的青春 这是他们17年后再次同台的样子 说他们没有变 但确实也变了 虽然他们还依旧停留 再年轻时候的模样 但他们都又增加了成熟的韵力 很多歌迷朋友看到他们应该很展开吧 三个姑娘都坚持起来 都成为了更好的自己 他们的关系也更加的亲近 少了年上轻狂的洒脱 多了越近繁华的淡然 真的为他们高兴 现在他们又要半演唱会了 感动的不仅仅是他们 他们得在聚首 感动的也是我们 让我们看到了 还有一种友情可以跨越时间 让我们还有回忆的空间 现在他们三个人发展的都很好 除了家庭美满之外 也接了不少活动 而田富珍可能在生病的时候 度过一次瓶颈期 但现在可以说是凤凰涅槃了 他新创作的歌曲 在这两年也特别火 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那么难以恢房 评划 可能是我们的优� 是我们的优�